根据本周最新公布的一项独立研究报告显示 世界上最大的油沙资源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油沙污染问题 比业界所承认的要严重五倍 并且污染的广泛程度是业界公认的两倍 报告目前成为质疑省政府数据的最新研究之一 请看报道 该研究指出 阿尔伯塔省油沙业的毒物排放 相当于每年发生一次重大的漏油意外 而省政府及业界却解释说 附近地方的泥土及河流污染是自然发生的现象 但报告特别指出 这是与油沙开采有关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辛德勒表示 阿尔伯塔省境内的阿萨巴斯卡河 及它的支流流域 有大量来自油沙业的有毒有机化合物 该研究报告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记录发表 报告也同时针对阿尔伯塔省政府的监察计划 报告说 总体化学物质数量仍然很低 但同时警告说 由于有毒物质不能降解 会积聚于生态系统中 辛德勒的报告还提到 油沙行业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 还包括酸雨及咽渠数量下降等 目前世界上所探明的油沙资源的95% 集中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北部 阿萨巴斯卡河流域 和平湖 以及阿尔伯塔省与萨斯科出温省交界处的冷湖地区 其中阿瑟巴斯卡河流域的油沙 是世界上最大的已知油沙资源 新唐人记者蓝琪卡尔加里综合报道